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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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说 他是在赞与跟欺比 会看到多多的生物 因为我们的花里有吗? 赞与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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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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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拥有的拥有的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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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母子 對,他在手蝦,我看很像蝦 以前我看很像蝦頭蝦那種 還去大尾蝦比較少,它就切比較涼 涼蝦涼 對,涼蝦要一樣,但是沒有涼蝦就沒了 那多大尺? 那三大尺很大,像你那裡長 遙控器? 對,遙控器很長 五吋至六吋,很大口 很多人,三大尺 五吋魚要不一萬,沒有五吋魚 對,這支魚,我們剛才說的 蠔蠣,蚊,蜜蝦,蜜蟻,毛蟹 毛蟹, 玉蝦, 菇, 乌龜, 煎多 乌龜, 煎多 乌龜? 東西比較多 我們本土有過 這這麼多一條桶子這麼多 無關你說生這生炒太多 生一下什麼 生一下是什麼生炒太多 生一下 老實話是 各種殘留 各種殘留到11點左右又回來了 沒有說在12點才回來 那第一集就是 我們看有朋友玩了 時間還會忘記了 才在12點 不然都差不多10點,30-30分,11點,就回家了,要吃飯了 回家的時候,我們社團像我老母人,有時候像我老祖恩,說 我老祖母人都說,我老祖母人都沒有菜了 沒有菜,沒有人去魚子來住宿 以前有六斤就拿一支,拿一腳,六斤就拿一支,去膏底 去膏底,如果在三、四、三、四、四、四年 整天都轉了,我老祖母人都說,大肚魚的 那就很快,一肯小孩,你這段就吃不贏了 上舊要有筋我這兩斤 這大肚魚很漂亮,要怎麼吃 沒有,那都不用台語,只要我們吃而已 炸油,撈油 我們拿魚和拿大肚子的工具,讓它很害怕 六斤還是什麼? 六斤還是什麼? 六斤還是我們本肌要看,還有一些炸漸 要有一個尖漸,還有一個尖漸 要有一個尖漸 要用尖漸 要有尖漸 六斤 六斤,他頭上看一看,要尖漸 要有一尖漸,用一支的莹湯攝 現在有很多種植物? 有啊! 有,有那些人也在唱那些人 哦 有那些人的形態也有一樣的意思 嗯 人家唱那些人 雖然西北河一樣是滴滴路 也不過要再唱這輛 古代、肚子已經沒那麼簡單了 再來這位是吃穿高的水 算穿高的頭大小的中鳳安大哥 他也是藍城花式的老闆 我們也來聽他說 小和抓魚的經驗 早期還沒重畫之前 像我們從小鄉下玩慣的小朋友 我只要到水溝裡面 那時候有時候雨還蠻多的 我們隨便花個一個小時 都可以抓十斤的魚 用空手就可以抓十斤的魚 最主要是我們常在抓魚 所以我們有一點技巧 但是當時也有魚 而且它是還沒有重畫之前 它有一些草可以躲 你就等魚躲的你抓才會好抓 像現在變成水泥溝曲 你要跟它曬跑 它沒有地方可以藏 它都一直跑 你也很難去追它 以前魚 你只要一追追 它就會找地方就躲了 躲就可以抓 躲就可以抓 大哥你那時候抓的魚就是什麼 大部分就是無鍋魚跟鯉魚 還是以這個居多 但是有很多蝦子 是代魚 對 代魚 代魚 以前我們除了那種黑殼蝦小蝦子之外 大部分是那種五秋蝦 它就是比較中型的 但是還有那個比較大的 我不知道那個 那不知道叫草蝦叫什麼蝦 我不知道 就是比較大一點的那種 五秋蝦 它就是比我們黑殼蝦大概要大個十倍 但是比我們在吃那個草蝦 不是長度十倍 而是總體重這樣 那以前還比較多的就是 鯉魚跟頭蝦 現在當然頭蝦我們也 真的也叫鯉魚 但是我們以前是把鯉魚跟頭蝦 完全分開 現在鯉魚不見了 傳統的鯉魚幾乎不見 它只有兩條蝦 頭蝦有很多條 是這樣喔 頭蝦旁邊有刺 但是另外一種 比我們傳統的那種鯉魚 那個是沒有刺的 對 以前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有水就有它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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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人說 有水就有鯉魚 因為鯉魚 到處都是 有 但是就是有時候 水比較深的時候 它才會有 因為它到處都有 所以它會 它會到處都跑 從頭蝦吹無路 我快來回京都 最好心來就路 才把雨滴滴滴 聽到這首歌裡面 唱到鯉魚魚 到底鯉魚魚是什麼人 鳳安大哥你知道嗎 他們講的鯉魚魚 其實以前我一直搞不清楚 鯉魚魚是什麼 如果你是說七星鯉 就是我們台灣的鯉魚嘛 鯉魚魚 我們小時候已經少了 已經少了 已經很少了 那時候 已經很少看到這個東西了 你有特別偏愛鯉魚 是哪一種嗎 是因為跟鯉魚性有關係嗎 以前都會覺得 那個鯉魚比較好吃 頭蝦比較不好吃 鯉魚還是比較高級 但是鯉魚比較 它通常它不會長那麼大 頭蝦是可以長比較大 但是以前我們在水溝裡面 可以抓很多東西 還可以釣鰻魚 釣螃蟹 我們這邊都是鯉鯉 因為通常這邊水溝長的 大部分都是鯉鯉 因為白鯉 好像不太會上來這裡 很少啊 你用什麼釣 釣螃蟹 早期我們釣螃蟹 有兩種釣法 如果在大的溪裡面 用那種誘補的方式 就是那個大金球 用那個蚯蚓 然後穿成很多 然後下去之後 其實它就會聚過來 然後拉起來的時候 你往吃 螃蟹它很多 所以它很貪吃 它咬住也不放 但是離開水面的時候 它發現不對就會放 所以你那個網子 就要在水面那邊等 一離開 你拉猛一點它 一離開水之後 它想要放的時候 你就要升過去 對 所以說再講一次 那個球叫什麼名字 以前都叫大金球 因為那個蚯蚓我們叫大金 還有一種就是用 用竹節的尾巴 或者是用我們那個 那個稻子的稻 它有韌性 然後後面穿那個 穿蚯蚓 然後最後面打結 然後這樣釣螃蟹 以前的螃蟹 要下海產卵的時候 是一隻接著一隻 那個是非常可觀 是整個水溝的岸旁邊 它這樣就順著水一直爬下去 它要下海去產卵的時候 那個是當時海很多的時候 是一隻接著一隻這樣往海爬 那個時間我們也不太會去抓 其實就是會很壯觀 它就會一直往下游走 不會因為聚集那麼多很好抓 就去抓它 反而不會抓它 那個季節 我們記得每次都只是看它 一成群往下走 但是因為以前其實還對這個 對這個生態 還是會有一點概念 因為就跟原住民他們一樣 他們可能有一些某些季節 他不會說在生產的季節 在繁殖的季節 都拼命去抓 所以你大哥 你們在抓毛蟹的時候 是另外一個季節 我們大部分 其實我們這邊 釣螃蟹還是大部分都是在 以前的二級到做的抽稅的時候 就是要入秋 大概是9月10月 農曆9月10月這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 老人家會講說 這個時候的蟹是最飽滿 肉是最飽滿的 聽說是有稻子開始開花的時候 他吃到那一些 中火啊什麼 剛剛人火的時候 那個螃蟹就是會最好肥美 然後那個肉質是最好的 現在深溝地區的螃蟹 還是非常出名 我們這邊的螃蟹 是比大雜蟹貴很多 我們這邊螃蟹一公一斤 大概都要600到1000塊 你說養殖的嗎 不用 那個野生的 我們這邊的螃蟹非常貴 是比大雜蟹貴很多 所以大哥問什麼 是我們家的毛蟹有什麼特別的嗎 我們這邊的毛蟹 其實聽說比大雜蟹吃起來 更香更有味道 現在都很貴 現在有人專門在收購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有一些 中年或者是比較年輕 回來務農的 他們都有一個副業 就是釣螃蟹跟釣螺蟻 如果聽到這裡 是不是有人也心肝頭真真 想要來做副業了 走下來 邀請的是八十三歲的店長 說到沈高川的水 最清楚 以前當時吃水 吃水都自己 水都沒有 鴨子去營 以前都沒有辦法 撞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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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問起來 剛才沒有鴨子水那麼大 我們這裡 沒缺水 沒缺水 有四人我這麼大 沒有水 我記得鴨子那時候 如果應該釣魚釣魚釣魚 有啊 有啊 那時候我三十五歲 我都撞 紅火那時候 有鴨子不賣 紅火 紅 放在鴨子裡 放在鴨子裡 我都去釣魚 晚上都去釣魚 去釣魚 家中沒有釣魚 都出到外面 那狗 狗底是 狗底比較刺 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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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去釣魚釣魚釣魚 一釣魚釣魚 low there 那時候沒有人釣魚 就魚 現在拿魚出來 都出去吃 放蝦 打蝦 雞 要咬好蝦 蝦蝦是無要緊的 蝦蝦 膜蝦都賺了 現在都沒有 蝦蝦 蝦蝦 蝦蝦蝦蝦不起來 那油的粘子 粘子金布蕾 不死,餐蕾要死 以前我都去台山那裡 那裡叫餐蕾 很好吃 但我們一粒也沒有,我們這也沒有 那也沒有水雞 水雞炒死了 這麼大隻 會好,咕咕 它都會好 現在油的粘子 沒有辦法 我知道,平四 平四,我帶著頭的金布蕾 平四吃魚還沒有 吃魚吃狀 沒有,會死,死了 現在頭的都來吃 牠的蝦牛 蝦牛和蝦子 都瘋起來,現在都來吃 它還沒有 鮮牛,你幹嘛? 鮮牛是什麼?鮮牛 十幾歲,我現在鮮牛一樣 鮮牛,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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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牛也很少 那不是那個鮮牛?鮮牛 鮮牛也有 很少 現在都給牠頭鮮牛 沒有以前鮮牛 以前我都要去吃 要去捏來吃 時尚去捏來吃 都會把鮮牛 鮮牛,鮮牛 那是怎麼鮮牛 鮮牛,鮮牛 鮮牛 聽說鮮牛 鮮牛 大米和芳魚的蝦牛 都涕得大大大 想到現在在鮮牛 如果還能看到鮮牛 應該會會發生大聲 不敢鮮牛 再來要聽 一樣是年紀真有分量 真想到鮮牛 正常人的鮮牛 超十一 加說 今年八十一 想到土地定位中前地餐 鮮鮮鮮牛 鮮牛 鮮牛 聽說鮮子要鮮什麼都有 還當人要收藏 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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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魚 鯉魚 鯉魚很不一樣 鯉魚很脆脆的 呵呵呵 對不對 這是鯉魚 鯉魚跟鯉魚相模一樣 沒有鯉魚 鯉魚跟鯉魚有點像 沒種的都是土壯 都會放浪 都會放到整處 你用什麼去鯉魚 沒有啦 弄嗅風情嘛 弄嗅氣就行了 要不然很滑溜 走去 我們補的 我們補底下補底下 我們補底下補底下 我們補底下補底下補底下 都是泡沫的 哪来交往 现在都没有了 你说那是哪毛蟂呢 那毛蟂 同一种 就是毛蟂上在铿 它就都来换一个铿 它是牵手没有铿 他在鄉妹一天宇特長從她都選中 就想帶著到下的 將馬頭存 阿公說完拿阿嬤說 我們要來拜訪八十三歲的 姓鳳京阿嬤 農村府入境過去的熱情很辛苦 可能去客便生水的機會沒那麼多 不過阿嬤 yine的期待 也很拔不開 说句荷荷荷々梅不是不 μπο nationalist 他現在很久沒有看那種蟹 他都很長得很長 他那個不斷硬就很多了 有硬嗎? 對啊 你叫什麼名字? 那種蟹肉? 我說超蟹肉 他們都點在那裡超小的 我女兒子也去那裡 辣香拿來,現在這樣砍下去 蟹這樣,噗噗跳,蟹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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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什麼辣香? 辣香? 紐紐 那個鱼仔去作爬 然後那個鱼仔做 這麼幾謎 就這麼小吃 現在很細來 現在拿 suicidal 而且只有一戴 stationed湖看一看 像魚肉 現在拿到hog前 直接撈水 然後殺給熟透 電癦 撈一遍 就躲在水底 放 lavender modelo 麥仔坐 把草皮搬起来,把草皮搬起来 就准备了 如果在草,在搭草,滴到水 这是土豆女娃的,很大 土豆女娃是什么? 大度女娃 大度女娃 现在我们这里其实... 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没有了 没有啦,那些人就放草皮下来 放什么? 在草枝没有,现在都没有 现在没有那种蟹,也没有那种蟹 听到阿公阿嬷说,小孩时代 这么多快乐的记忆 实在是,真希望说 如果现在的穿高穿水底 要有这么多生物 这绝对是世界级的好地方 只是,若是对比较年轻一点的 这记忆不知道差多少 所以我们也来讨问 穿高很专业的生态老师李光平大哥 不知道她的小孩时代在我们农村的蟹水 夹水里面,遇到什么样的生物 最大的改变就是 狗子变成水泥 人后蟹也变成水泥 我认识 我可以在山坊上桌地下堂 好像都放车架 这样走,小孩看得比较多 蟹水里面也比较多 因为人都很小 所以看到,常常在搭的山坊 更更炒不出来 她看得到一天一天,因为 直进有迷你的小洞 明明刚刚看着都没空 但我怕我扑着就变一天走出来 要是她刚才有糖 在面上 看着人走下去 那洞就变明显 所以我们就用中草 那一支 像柚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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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 把它弄在那个洞里面 那里面那些糖 就觉得这顶头落下 这不是我们家的 她就要把它拆掉 要把它拆掉出来 要清爪嘛 要把它拆掉 要把它拆掉的时候 我就把它拆掉 她的椅子又拆掉到 所以把它拆掉 就让它拆掉 那里面丢比赛 看谁丢比赛 它看起来 有点像天牛的幼虫 但我到现在不知道 她的名称是什么 比赛 比塑 连这个都可以玩 有时候拆个什么 回家的芭菜 芭菜的部分 就是拆鱼 跟木蝎 跟草蝎 草蝎就是黑客虾 只要用一个香蝎蝎 水稍做一下 让它变成没水 没水 它的习性 它就一直要上塑 山沟地区都还有 因为那个时候 底层都是泥土 会有很多的水草 那只要有水草的地方 黑客虾就很多 那老师毛蝎咧? 毛蝎非常多 毛蝎几乎一整年都有 但是 只要是 糖子掛在外的时候 抹黑就特别好吃 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们都说他们出来 吃丢火 都在外人的抹黑 抹黑就出来 以前好吃 那时候很香 老师 通常大家都是怎么抓 毛蝎怎么抓 毛蝎非常容易抓 只要30分钟 可以抓布袋 现在没有办法 现在没那些量 以前是 我只要用一条铁线 然后抓蚯蚓 然后把蚯蚓穿进去 铁线穿长长的 然后再把它卷卷卷卷卷 卷成一个球 然后绑一条绳子 丢到水里面去 然后毛蝎就 四面八方的毛蝎 全部都过来 围着那一群 那一球 那个蚯蚓球 整个满满的 挤得满满的 挤来挤去 要去吃蚯蚓 你只要剪就好了 就在那里剪就好了 但是都在西边才有 毛蝎 虾 鱼 你差不多说有抓蚯蚓 抓蚯啊 抓蚯啊 用陷阱 用蚌蚓 用蚌蚓 上面用一个铁锅杖 做重量 底下弄个机关 用竹子削个机关 撑住 那他只要去 脚去吃 倒骨 碰到其中一个杆子 他就失去支撑力 上面的那个 铁锅掌头的重量 就会把蚌蚓 往下压 就给他盖起来 铁锅掌和蚌蚓的口味 怎么说 蚌蚓就是 呈那个 央苗的 竹子的 那个 苗盘 就类似现在的苗盘 但早期都是用竹子编的 那个孔洞大概这么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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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锅掌 铁锅掌就是 稻草的头部 整个把它拉起来 不是带着泥土吗 对 那就是那个重量 压在那个铁锅掌塔 哦 铁锅掌 就当作一个 网子 罩子 这样压下来 盖住它 这样子 他是最少受到伤害的 另外有的人 是用套脚 吊起来 那只通常 久一点就死掉了 你抓到的鸟有哪些种类 那个时候有米鸡 是什么 米鸡叫做 是叫红腹羊肌吗 还是叫什么羊肌 现在都白腹羊肌 不是 真的喔 那时候有白腹羊肌 有那个 应该叫红腹羊肌 有印象中 米鸡 吃米的鸡的意思 对 它会吃鸡肉 对 现在很少 然后 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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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 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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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蚕蚕蚕蚕�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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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時候發現一整群的鸚鵡 像候鳥一樣過來 不是 野生的 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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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的 綠色 就那一兩年有 是人家種玉米 整齣的翻賣 哇 整天的鸚鵡過來 很壯觀的畫面 你抓了做什麼 沒有 那都沒有 那都放在那裡 鸚鵡很兇 那個很難 那北斤子都拿著 都拿著 它的爪跟老鷹其實一樣的 那個野生的 跟你不客氣的 不誇張上千值 就那一兩年有而已 原來 真正有一年冬天 有像穿這些菜色的鸚鵡 北貴穿高層 唉 這種的經驗 沒有穿白酒看到 是很難拿回 就像現在 根本也都看不到古代 這辣和土色 這些都屬於臺灣原生的肥靜 消失去 這原因是什麼 真在地人好好地熟悉 尤其說到古代 也就是七星禮 在過去 讓人當作是農村的收穫者 聽說以前的人 如果是打錢的時候 會放一尾古代點的錢裡面 這方面會吃糖 保持水質的乾淨 這方面會當當作 水質安全的基標 甚至有一個團隊說 古代的貴穿有一個圓圓的圓 那是土地說重的圓圓 因為有一次 土地說出外孫時 索索無路 包括在有古代 雞路改道三天 所以土地說 為了要讓我們 後代驚孫 會記得這個公路 就在古代的貴穿 重一個圓圓 所以這也成為了 古代的很大的敵人 所以這也成為了古代很大的敵人 教育非常有創意的基地 後面將來清新提供 色彩農村跟農民的重要性 給大家一別說 愛鄉天地感恩 尊重帶助人 愛秀實物 將我們農村四大人的地位 團成下去 後一集美股聽 青高村的貴氣三葉 跟地形的變化 一定會記得收聽喔 青高公告 再會